退休保障不是福利課題 政府對於所有對社會有作出貢獻的人 都有一個責任去保障他們的退休 有一個可以接受的生活水平 所有對社會有付出的人 不是單單是打工仔 所以當政府在十年前提出這個強積金計劃的時候 其實很多社會人士已經提出 這個不是一個真正保障退休的計劃 正如謝偉俊議員剛才說 當你不能選擇的時候 有一點點都是好過沒有的 但經過十年大家已經了解到 其實這個制度是有太多不能接受的地方 早在2007年 當時職金局主席范洪寧先生 他已經說過強積金的管理費用實在太貴 也欠了透明度 如果不作出改善 目前供款人的權益可以蒸發百分之四十 那麼多 他舉例說 每月供款二千元 設定是百分之五的回報 供款四十年 如果沒有受託人收取管理費 最終可以得到三百零五萬 但因為有受託人每年最少收百分之二的費用 供款人最終可以得到一百八十五萬 所以建議實行強積金的自由行 在強積金的市場 引入更加多的真正的競爭 令到供款人可以多些保障 但很可惜這個建議 本來政府答應是今年實行的 但最終都是收法 所以我們現在正在期待這個機制有所改善 另外一個問題也是今天很多同事提及到的 就是容許僱主供款的部分 作為長期服務金對充金額的設施 這個對於僱員來說是一種剝削 也違反了強積金 要保障僱員退休生活的邏輯 因為僱員在受僱期間多次被遣散 她的供款根本不可以有太大的累積和回報 就算有四十年也是有工作 是有僱主幫她供款 但最終也是不足夠令到她有一個 即是可以接受的退休的生活水平 再者呢 強積金的計劃根本沒有理會到 這個所謂無資的付出 在這個社會裏邊其實有很多 是無常勞動的家庭照顧者 他們雖然是沒有一個金錢上的薪金 但是她呢 是對社會有他們的貢獻 令到一個家庭裏邊 是有人可以出去打工 主席 正如現任的平基會主席林滿江 在一個有關全民退休保障論壇所說 在六十八萬的家庭照顧者當中 有百分之九十八都是父女的 他們根本是沒有退休生活 如果是真的要停下來 退下來呢 只可以靠丈夫或者子女的供應 所以公養 所以他們根本是沒有退休沒有保障 這是對家庭照顧者極大的一個忽視 主席既然是這樣 那是不是就好像謝偉俊議員 將他索性取消了了事呢 我覺得這是一個太過消極的處理事方式 我覺得如果謝偉俊議員說 他支持即時建立一個全民退休保障計劃 而在這個計劃之下去取消現時的強積金 我覺得這是符合邏輯的 亦都可以考慮接受的 但是在一個沒有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的情況之下 就將唯一小小的雨傘都拿走了 是只會令到全民都一身都濕了 主席 其實關乎這個全民退休計劃這個問題 還在五年前民間社會已經開始提出社會 趨向年老化 特別是勞工和低技術的工人 根本亦都不可能為他們的退休 作好這個退休的保障 加上我剛才所說的家庭照顧者 亦都不受這個強積金的保護 所以我們認為全民退休保障 是有自己的迫切性在這裏 主席理工大學的社會政策研究中心 在今年的九月發表了一份名為 強積金及退休保障意見調查的一個報告 主席在這個報告裏面 理工大學的研究中心指出了 超過六成有強積金護主的受訪者 他們都認為現時的強積金制度 是無助於減少他們退休生活的憂慮 有八成的受訪者 認為應該設立全民的退休保障 而有九成人 九成人主席更加認為 政府應該為全民性的退休保障制度 是參與公款的 不過報告也出現了一個頗令人擔憂的現象 就是超過四成的受訪者雖然未達到退休的階段 但是他們沒有為自己未來的退休 作出額外的儲蓄或者是投資 就是說他們是依賴強積金 作為唯一的退休生活的支持 逐一點說 強積金就是他們的老本 主席這是一個社會的問題 因為若果當一批人 甚至到達退休年齡 但是他們的退休生活 是不得以保障的時候 其實會迫使到他們 是要求政府提供更加多些額外的社會福利 而亦都可能是令到社會不穩定 所以現在不處理這個問題 只會將一個計時炸彈 留給日後的政府的處理 其實除了強積金公款人會擔心錢不夠用之外 其實強積金業界的人士 對於強積金的公款可不可以養老 其實都是有懷疑的 根據強積金業界對公款成員進行的調查報告 超過四成的公款人 表示強積金實施十年以來 經歷兩次金融風暴 他們的強積金的公款 只可以維持退休後 五年的基本開支 與此同時 按照統計處的估計 香港人的平均壽命持續提高 直到2036年 男性可能會有到83歲 而女性可以有機會去到88歲 即是說 港人在65歲退休之後 他們平均可能仍然有20年的壽命 扣除了5年的生活費用 剩下的15年是怎麼辦呢 政府是否可以洗手不理呢 我覺得這個是完全一個駝鳥的看法 就算是保險業界提出了令人擔心的數字 亦都對政府來說 可以說是無動於衷的 其實我們為了要鼓勵公款人士 去思量他們退休的問題 政府是有責任去解說和勸服打工仔 是真的要微語籌矛開始儲蓄 但是只有港字 而我們一般的基層的勞工者 他們得到的薪金 是只可以救他們每日戶口 甚至戶口都不足的時候 根本他們是沒有辦法指去進行儲蓄 他們想也是做不到的 主席根據財經和庫務局 在今年5月回覆本人口頭質詢的文件表示 月入低於5000元 而年齡是40歲左右的勞工 他們到達65歲退休年齡的時候 即是人口老化最高峰期2030年的時候 他們可以提取只有169000元 條件是確保降積金有5%的回報 亦都不會有大型的金融風暴會發生 即是說如果這兩個條件是沒有的話 是可能169000元都沒有的 主席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看不到政府為何在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的需求方面 是一拖再拖 是完全不肯面對這麽嚴峻的社會現實問題 主席我很希望謝偉俊議員 以靠他的說服能力去說服他的支持者 都要支持全民退休保障 不要單單是以一個負面的態度 一個消極的態度說 我們不如就這樣取消了強積金就算了 主席我們這個社會是不容許這這樣的抉擇 多謝主席 陳茂波議員 主席我今日提出的修正案